在选的时候怎么样能够把它编得又有回忆又紧凑一些 然后尽量数量可以多一点点 所以最后在取舍的时候比较难一点点 对但我觉得最后落笔在送别会特别的有意义 因为刚好也是跨新年 所以我们一起送别 2023年我们一起迎接2024年 所以我觉得一切就是我们可以就是从感觉是一个回望的一个过程吧 回望像我们小的时候或者刚刚出发的那个自己 或者是最喜欢的那个自己 然后一起去向新的未来 感谢观看